沒有了世紀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哈拉伯地圖 AM戰隊又來到內戰了 MBL對上哈特 亞美尼亞人先來介紹一下 亞美尼亞人他第一個強化教堂 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聖物 而且他的寶兵擁有破防效果 可以無視敵人裝甲進行攻擊 亞美尼亞人的後期 還可以有白血劍勇可以使用 所以整體來說 他是比較偏向於步兵文明的 還有弓兵 弓兵他沒有拇指環 而且射程偏短 所以我不太建議使用 亞美尼亞人的強奴路線 去作為主力輸出 但是他的複合弓箭手 要當主力是可以的 因為他的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還是要用寶兵會比較強力一點 亞美尼亞人的後期 也可以轉出重裝騎士或是肉馬 當然他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會稍微弱了一些 但必要時候還是得用 接下來介紹一下 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 特別的快速 黑暗時代就有5% 封建時代是10% 到了地獄時代後期 可以打八折馬舊單位 八折的肉馬或是重裝騎士駱駝 他的駱駝有精冠科技 可以自動回血 所以伯伯仁的後期 主要打重裝駱駝 或是駱駝工兵作為主力的 其他方面伯伯仁算是全能型的 都有三級射三級的工兵鎧甲 什麼都有 所以拿起來伯伯仁 實質上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我在兩三年前也是用伯伯仁爬了一下分 覺得伯伯仁玩起來是稍微偏強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 看到哈特這邊是三個人伯伯 待會要再補一下一個人 要繼續伯伯嗎 還是要先拉豬 蓋房子 房子蓋得很快 這邊拉了一隻豬回來 這隻村民再繼續蓋一下 好 那待會這隻村民可以去考慮蓋模仿 或者是直接繼續補肉 那之前有看到有人在問說 模仿到底什麼時候蓋 其實你有100木頭的時候可以來蓋一下 那有些人會比較習慣 就是先繼續吃這個野生動物的肉類 多一點人吃 避免這個肉類消耗得更快 早點吃完就不會有消耗的問題 那有些人會說 我晚點蓋的話 會有忘記蓋的問題 那就早點蓋吧 有時候被問到這些問題 其實我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你會忘記蓋就早點蓋吧 對不對 就像他們這樣子 大概15、16村 有100木頭就去蓋一下 並且你沒有蓋模仿的話 是沒有辦法升封建時代 那波波呢 這邊是點下的封建時代 19人口 19村點 那MBL是20村 20村上這個封建時代 兩邊的打法 算是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但這邊MBL是相當不正常 他圍了一個非常大的 有夠大 但這個圍法是很害怕對方落馬衝進來 還有這個棒棒 派攻棒棒過來 這邊是差不多棒棒快要來的時間 MBL趕快先多個敲一下 防止棒棒從右邊走進來 家裡直接蓋一個木門 直接圍死 這樣穩定性就會好很多了 這邊收村 射掉一隻羊 羊直接被自己射死 尷尬 MBL兩頭羊 兩百肉就這樣沒了 沒有羊的話就趕快去伐木了 一擊伐木 大會可能要先點一下 因為你沒有伐木技術 就去補農田的話 很缺木頭的 這邊是先點了一擊農 開始先撒農田 避免要斷肉了 一擊伐木也補一下了 一農一木 三隻正常開農 這邊波波人是補了肉馬 兩邊都是一個肉馬的開局 槍兵都在地圖上面的高地處 稍微站崗一下 看能不能戳到路過水小的肉馬 那哈特這邊圍加士稍微偏慢了 這邊能夠戳到嗎 沒有戳到 往後拉走 繼續繞過來 三隻肉馬追上 這裡槍兵 沒有預判成功 沒有戳到 但這肉馬進來就不要想出去囉 下面有來得及為好嗎 剩下一滴血被收掉 剩下一滴血的肉馬要回頭砍一刀嗎 喔唷 回頭砍一刀收掉殘血的肉馬 這樣就不虧了 最後這兩隻肉馬 就這樣應該是 這樣小打小鬧 表兵應該是要來直接維持 生成 這時候差不多該挖黃金了 那MBL是挖比較少 18人口 18 15片田 三個人繼續吃果子 好 這邊繼續 往右圍 往右圍 越圍越大 這裡繼續防止續撫 槍兵過來戳 MBL先升級了城堡時代 HOT只慢了大概25秒左右 亞美尼亞人城堡時代 這邊就是一個分支點 看他要打騎兵路線 還是要打波兵路線 當然也有步兵路線 當然步兵路線 勝率有點低 所以是非常少見的 雖然他可以騎以前一個 Style升級步兵 這個裝甲步兵 或是擊兵 當然是非常少見的 但城堡時代升級兵的話 算是一個策略 就是擊兵配 符合弓箭手 或重裝騎士的一個打法 就蠻特別 好 這邊肉馬稍微反擊回去 槍兵 槍兵直接被收掉 所以直接把這個門口給敲開 然後帶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能夠打得贏嗎 看一下兩邊交換 但現在MBL的槍兵夠多 HOT只能被拖往後撤 好 升到城堡時代 MBL並沒有大打出手 而是選擇轉出了3TC 開樓吧 那再來要轉一些騎士出來 還是繼續升一下新騎兵升級 四隻肉馬升七騎兵 其實還不錯 馬上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要來拿這個免費的額外聖物 這隻肉馬過來一刀砍死了殘血的肉馬 兩邊細節都做得很好 伯伯這邊反而是率先升級的清騎兵 亞美尼亞這邊還在考慮喔 你還是要升啦 OK 兩邊還是都要升級清騎兵喔 這邊才撒農田 這裡也要下農田 這邊有五個人挖石頭 才能進四個人 先穩定3TC的開農速度 那對手這邊是決定也是要3TC開農 並沒有要來打這個強軍士的部分 還沒有走開農 這裡棒棒來到了 十一加一的傷害喔 這個戰鬥祭司一開始的傷害值喔 比騎士還要高一點 所以現在有十二攻 不過要正面硬打清騎兵的話 是有點五五開喔 甚至有點四六開的感覺 因為清騎兵打戰鬥祭司喔 是有額外增傷的 因為他的鎧甲是祭司 這個僧侶的鎧甲 所以被清騎兵打 其實會蠻不利的 如果能打到五五開的話 就還可以喔 畢竟臉下是黃金兵了 畢竟臉中心這邊是 必須補下去 4TC開補 速度有點偏快 看起來真的是四六開耶 五五開好像有點太扯了 四六開的感覺 清騎兵這邊直接砍掉 兩邊都是打一個開農 然後清騎兵防守對方 去撿生物的一個路線 那MBL 還有一個生物在右邊 應該是難見了 這個是 HART應該能撿走 結果戰鬥祭司過來撿一下 哎呀 結果被清騎兵給砍死了 那戰鬥祭司喔 比生女的移動速度還要快喔 也比較能反擊清騎兵回去喔 缺點是不能著想而已 這邊強化教堂有點蓋不太起來 趕快來收一下 然後再用戰鬥祭司繼續補了出來 後面補了很多的生女喔 哇 這個是甚麼 強化教堂推 越推越近的時候呢 然後在你面前蓋一根堡 直接壓在你臉上 你前面的石頭跟黃金 可能就會被控住囉 MBL這邊是有備而來 但生女一出來就被砍掉 生女這邊在招式招翔 鱷駝過重 可能會被射死 廠房教堂裡邊有一隻村民 這時候哈成已經用3TC點下了地王時代 MBL開4TC的關係 會稍微慢了一點點 這邊石頭應該是挖不了 對方的城堡都是在附近而已 出個鱷駝攻兵 隨時都可以撤到這隻 挖石頭的村民 好 這邊直接往後蓋了一個純門 方便進出 回家挖石頭或挖橫金吧 都可以的 好 兩美娘這邊轉出了復合弓箭手 波波龍這邊是點下了二級馬看 小安打這個馬舅 八折馬舅優惠 亞美娘這邊是打復合弓箭手 復合弓箭手 對上八折騎兵的話 我想一下喔 這樣打法 可能還是 伯伯比較有優勢喔 伯伯這個八折的肉馬 優勢更大 而且他也有大肉馬 所以打起來喔 亞美娘人會比較偏向於 防守反擊的部分 亞美娘要有主動權的話 也要繼續轉騎兵科技了 但如果現在轉騎兵科技的話 又有點打不太引勃勃了 所以要打贏正面的話 還是要轉槍兵喔 配這個復合弓箭手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洛馬呢可能是要到比較後面喔 帝王後期 然後去轉出更多洛馬的科技喔 去做反思跟騷擾 好 OK 那哈克這邊是 點下了三級馬派化學喔 所以我化學 若突風變傷他也會慢慢往上升 好這邊只用戰鬥技師 開始往前推 配上一些重裝長槍兵 即殺掉了一些肉馬 那經濟方面呢 哈克並沒有落後 因為他也是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4TC 開始農上去 那MBL這裡目前有高地優勢喔 高打低 這邊傷害非常高 好 但目前MBL沒有彈道學喔 射的有夠歪 這裡要趕快補一下彈道學 右邊這裡被收掉了兩隻僧侶 好 兩米那人彈道學補下 那目前三級射也要找機會點喔 資源都非常吃緊 為了要量產這些巨品頭實機喔 黃金有點不太夠用 好 好 這邊順利拆除 這根城堡 應該是修補回來了 這邊這裡有高地優勢喔 好 炸了一發 肉馬上前想要阻止被拆保喔 但是已經為時為晚 OK 但是肉馬還是可以順利拆掉一台巨型頭實機 自己的城堡也要掉囉 完蛋 亞美尼亞持續這一棟高地堡 應該是夾不住肉馬可以上前囉 這裡來得及拆卸走人嗎 看起來是難逃喔 被拆的命運了 哇三台都跑掉 我以為這台跑掉了 OK 亞美尼亞人果然不下了級兵的升級喔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如果他轉級兵科技肯定打不贏喔 一定要轉這個級兵路線喔 就是人家有八折優勢 給點尊重 一定要用個級兵喔 反擊一下 好 這龍鐵有點枯減的有點嚴重喔 亞美尼亞人現在有二級伐木 挖金挖死的話 這個效率會再更快一點點喔 對 現在亞美尼亞人的木頭會有點爆量 因為他的伐木技術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好 這裡有少量戰鬥技師也衝到了後方 好 稍微騷擾一下 看這邊七星兵數量很多 要及時收掉這些僧侶 應該是沒問題 黃金兵直接被洛馬撕乾抹盡 這就是戰鬥技師的問題 很容易被反擊回去 而且又是大洛馬 這種殲疑小可爛奧的單位 哎呦 差點砸到 好 那亞美尼亞人這一次補下了非常多的槍兵 18隻的槍兵 城堡補下了 在這個位置 好 城市中心這邊要直接被拆除 哇 這裡軍營被拆掉非常多 還可以繼續拆 照片直接潰不成軍 現在亞美尼亞人要趕快補齊步兵鎧 鎧甲 鎧甲三級射 要趕快點了 他可能三級射是有旺季的跡象嗎 這個手已經夠短了 基本射程只有四點而已 再沒點三級射 真的是短到無形 阿怎麼是邀先升工兵鎧甲 太特異了 MBL這把有點 升級路線 三級 工兵射也射了 原來是雙兵工場 手補的 雙兵工場 直接升級上去 可能有意識到自己升級鎧甲部分有點慢了一些 OK 提升工兵鎧甲 還有化學 精銳複合弓箭手 也點下了 郭伯仁的金冠技術 瑪格里布洛陀 還有專瓦技術 瑪米尼亞人的三級步兵板甲 總也點了上去了 OK 開始全身攻防 單位只用槍兵稍微夾住 夾住家裡正面 但是伯伯仁開始足成戰法 直接圍了一個成人 避免被對方馬暴進來衝掉這些巨型頭司機 有點過度提防的感覺 雅米尼亞人這邊是完全沒有升騎兵的 騎兵馬凱攻擊力都還沒升了 肉馬也沒有辦法量轉起來 打座也還沒開始補 好 但這邊巨型頭司機還是很順暢的 可以架起來 開始攻城 現在HOT在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進行攻城 MBL這裡 升級快到升號 二級攻兵 副兵鎧甲 副兵鎧甲已經升完了 二級攻正在點 三級的攻兵鎧甲也點了 這是大爆升級 HOT這邊 副兵開始往外推進 好 等一下二級農跟二級挖金 好 騎兵機動大隊 這兩個羅車是自滴了吧 叫的有點淒慘 好 MBL這裡補下升號技術 弓兵鎧甲升了 騎兵鎧甲也升 三級攻也升 能升的攻防全部都升上去了 打一個大大大的後期 那接下來就不會有忘記點的問題了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MBL 該怎麼打HOT這邊的配兵 這邊級兵也確實戳掉了很多東西 火炮阿弱馬都被戳爛了 薄薄這邊大弱馬一直還沒有升級上去 好 複合弓箭手開始正面對決 但對方弱馬數量有點多 而且是在高地衝鋒喔 這裡要先撤喔 後來後面的複合弓箭手 都被射光喔 過頭弓兵太多了 哇 好 路頭弓兵現在來到了17隻 好 薄薄也順利轉出了大弱馬 賭下了巨型頭司機的升級 三級攻也點了 好 後方城堡喔 鐵輪開始往下掉了 來得急修嗎 應該來不及喔 人家是五巨頭 這個至少要25隻村民才修的回來 多少層 15層 沒救 絕對沒救 完了 但這邊極兵跟巨型頭司機 協力拆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那這裡有點機會可以夾回來了 只剩下兩台巨型頭司機 這裡槍兵做到非常大的一個戰果 這邊巨型頭司機又順利拆掉了一台巨頭 這一波反打回去 MBL 打得非常漂亮 上三台巨型頭司機 順利夾住了 順利夾住了 好 哈德這邊 隨時的說封城氣 只能暫時撤退 沒有封城氣就不能攻城 很理所當然的道理 人被殺就會死 先撤先撤 來MBL 這邊有封城氣 也沒有先行攻擊 左邊稍微繞一下 阿歇尼在挖野礦了 我會拿一些肉馬過去打 好 亞美亞人這裡補下了金冠科技 開始迴轉戰鬥祭司 MBL你要確定耶 金冠點完之後呢 戰鬥祭司血量可以高達125滴血 比這個劍兵有勢還要高 但是他比劍兵有勢的優點 還有這個移動速度 太有血量多了 而且也不需要升級的特性 可以把他當成傭兵來用 但是他這個傭兵呢 是很害怕落馬的傭兵阿 所以戰鬥祭司算起來 算是 普通 真的是普通 遇到伯伯之龍會爆大落馬的文靈 戰鬥祭司可能只是輔助 好 決定要用戰鬥祭司爆 那要補一些強化教堂嗎 好 這邊要補了很多 又有個強化教堂 右側呢已經開始在搞事了 補了一根城堡 這邊有被射穿的危機 這裡補了一些落魄風兵 好 這邊復活攻擊手 反推了回去 哇 巨頭C砸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剛剛一聲令下 駱駝全倒 MBL這一波巨頭隕石術 打得非常亮眼 後方的復活攻擊手 來一個 就射一個大落馬 MBL好像穩了 伯伯仁現在對於這個配兵組成 正面有點夾不太住 主要是落馬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功用 那MBL這邊是有混一些戰鬥祭司的喔 就算這邊只出戰毛兵 戰鬥祭司是沒有辦法解決 但我覺得還是要輸了 戰毛兵確實輸得好 畢竟能打槍兵嘛 跟復活攻擊手都可以了 好 走出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MBL把巨頭隕石術給加起來 開始把速集結點往前補 補到了這個巨頭隕石術的位置 全部集結點 全軍出動 防守這個位置 但後方一直有這個落馬在騷擾 MBL還是有補一些槍兵種過去防守 但村民還是被抓掉了一些 但回到正面來看喔 正面這裡的工程看起來是能拿下來的 這裡只有12隻村民 而且補到6台巨頭 我的天 MBL 你真的是太無情了 人家插你一棟 人家反差一棟回去 還插人家5台巨頭 好 合格不見手 開始有威力了 速量多起來 穿甲效果一放 就是手短了一點 好 這邊 槍兵要趕快往前步 巨型頭死也要往前推進 好 槍兵繼續往前 好 這邊再度射穿了大量駱駝兵 哇 城堡掉了 好 前方的復活攻堅手術 讓你開始下降囉 MBL這邊推得非常OK 而且這根城堡也建立起來了 看著後方有點尷尬 有個洞出來了 現在家裡的防守有點空虛 但還好上面的大部分村民都已經撤走了 雖然MBL趁勝追擊 趕快往前繼續推進 現在哈特村民處還是沒有被動到 還是140村 其實問題還不大 好 但這裡有一個三台火炮 要是這些火炮被拿掉 哈特會損失慘重 好 這裡戰鬥禁石有點被卡住喔 再兩棒 再一棒 修 哇 修不回來 還是被收掉 好 那目前MBL家裡也開始被大洛馬 開始騷擾當中 好 負爾風劍手有點 出量有點少 好 上方的巨型頭司機 被火炮反擊回去 還有這個大洛馬 洛途封兵 下方的槍兵直接衝到後方農田 那這裡的巨型頭司機只有兩台啊 好 上方洛馬直接互相交戰 配上級兵傷害 前方的大洛馬的損失出量非常快速 那這邊槍兵一直被房子給吸引過去喔 可能是用移動攻擊的關係喔 所以看到房子就過去A了 反而沒有移動的很好 往上走 好 這時候再往上走 有點為了許一晚了 對方都已經撤退了 槍兵要過去嗎 還不如往回拉 好 不管要往前戳 能戳到一下是一下 戳掉了一隻駱駝兵 下方肉馬開始往後繞 左邊的兩台巨型頭司機 順利拆除了城鎮中心 但伯伯仁的村民室呢 還有124吋 反正是MBL的村民室一直在下降 只剩下120吋左右 一直沒有上去 HART這邊的多線進攻 稍微有傷到MBL一點點 好 這裡攻擊手過來 好 這裡攻擊手過來 好 這裡攻擊手過來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這個組合搭配簡潔有力 我覺得很OK喔 這邊畢竟出戰毛兵 會被亞美尼亞的肉馬給爆打 所以轉戰毛兵 確實比較偏被動一點 好 這裡複合攻擊手 戳到了幾下 這裡肉馬數量有點多了 要先撤一下 好 補了一下複合攻擊手的數量 來到了28隻 好 這邊火炮 有點難處理了 現在巨型頭時機遇到火炮的話 一定要先處理掉對方的火炮 才可以去順利收掉 對方的防守 還有這個火炮進攻的問題 好 火炮要直接硬點嗎 沒有喔 肉馬上前當肉盾 幫助攻擊手電後 MBL這裡有點在送的感覺 好 後方這一坨肉馬 開始亂砍 哇 收掉了一些村民 MBL的村民室已經佈滿120村 正面的HOT火炮開始推進 巨型頭時機要架起來反擊火炮嗎 他的火炮有三台喔 只要對一台巨頭輸出的話 就可以秒殺一台巨型頭C 所以這裡要先撤一下 OK 又反倒回去 打掉了一些復合弓箭手 好 後方肉馬 開始在砍村民 砍掉了一些村民的數量 把這裡越來越多 夾進來 好痛 好 二十六隻的駱駝弓兵過來 直接射光 OK 解掉了這個神蛙教堂 現在亞美尼亞人 遇到火炮非常麻煩 因為亞美尼亞人 只有有巨型頭時機能打 他也沒有大衝車 也沒有重頭 而且這算有的話 這個時候黃金也不夠用了 MBL缺黃金之後 開始有點被打退的感覺 村民數也開始下降到只剩下一百村 反正是哈特這邊的經濟越來越好 肉類越來越多 還轉出了三級農田 繼續跟你打農的 好 這邊火炮稍微走位一下 OK 順利打掉了 兩台巨頭C 三台巨頭 全部被收乾 沒有巨頭的反擊 MBL的城堡 有點危險了 這裡有三根城堡 右側的部分 稍微用複合攻軍手 稍微反擊回去了 博博人這邊轉出來的是 戰毛兵 那博博人 他其實是有這個標槍奇兵 可以用的 騎馬版的戰毛兵 打這個複合攻軍手 其實很好用 然後可能沒有生金瑞 他就不想用 金瑞也是要些黃金 博博人 好 這邊存些戰毛 哇 我這根城堡開始被反推回去了 哈特這一波的反推 封像有點亂 好 收掉了這個馬就 好 殺命的戰毛兵 還沒有出來 這樣再等機會出關 現在哈特使用火炮激動器 一直去攻擊後方附加攻軍手 然後拆除延安的建築物 哇 這個火炮擊殺了非常多的擊兵 好 這裡再回頭打了一發 又收掉了三隻複合攻軍手 所以火炮沒打一次 都賺到非常多的單位 火炮控得好 工程沒煩惱 好 地圖 那把魄搶這隻複合 這把火炮回來了 OK 那火炮這邊轉出來的是充車的升級 哪泥 最後要鬼轉衝車 衝車雖然不錯 這次也對亞美尼亞人現在要解衝車也是很困難 所以衝車以工程器的造價來說是非常便宜的 單程工程來說的話 衝車是CP值最高的東西 手夠短了 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左邊的洛馬又再繼續奮推 哈特最麻煩的地方就是會瘋狂奮推 兩邊已經打到沒黃金 現在兩邊都在夾看誰能撐到最後一刻 那如果哈特這邊的火炮如果被拆掉的話也有可能會GG 所以哈特一定要死守這幾台火炮 火炮能撐住工程就不會停止 不會停止MBL就只有等死了一份 所以MBL一定要想辦法去解決這一波火炮 好 但哈特這邊的洛馬一直往前補 擠出槍兵只能稍微反擊洛馬回去 後面的富爾攻面手攻火炮 一直沒有機會可以摸得到 好 但這邊洛馬越轉越多了喔 感覺這一波洛馬想要集結一波上去拆火炮 好啦 有這個畫面了嗎 又往後拉了一下 好 哈特在右邊也在做分推動作 暗戰毛兵遇到富爾攻面手還是很容易被射穿的 好 這邊射到更多的大洛馬 當然左邊 右邊也都是有大洛馬在亂衝的喔 這些槍兵感覺快夾不住 好 開始從右邊突進了 開始我拆除為劍 那MBL的資源已經完全見底 沒有個資源是超過五百的 但是哈特這邊還有三千木 四千肉 還有殘存的六台火炮 都還在場上 這樣給MBL的壓力非常巨大 就算他想用肉馬去反推 但是自己的肉馬體質 也有可能打輸對方的消耗力清奇兵喔 好 又有一個城堡掉了 城堡的數量越來越少了 這裡存了非常多的疾兵 好 疾兵一出來 來 上前就是一頓輸出 割掉了幾隻洛蟲兵 好 拆掉了城堡中心 好 後方的城堡喔 剩下兩千五百滴血 MBL其實也沒夠多資源可以修理城堡 這個城堡掉了還能繼續嗎 後面肉馬也在開始騷擾喔 好 MBL左邊的問題終於夾住 暫時沒問題 但正面的城堡已經全數被拆光 上方的衝車也是一直在往前途徑 拆了非常多的城 這個房子 讓MBL有點卡人口啦 哇靠 這個拆防策略有用阿 打防打得非常成功阿 哇 把四個聖物打噴出來 MBL 能夠 夾住嗎 OK 瞬間補了一桌房子 但是雖然只剩下槍兵可以打 神經沒有複合弓箭手了 全部被收光 最後的槍兵上前 想要直退正面的大洛馬的包圍 但是後方的路途工兵上位實在太高 MBL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場比賽兩邊出了非常多的單位阿 亞敏亞出了395隻的槍兵 哈特拿到567隻的大洛馬數量 太多太多了 大家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只有哈特拿下了險勝 贏了大概快要1000支援的經濟而已 那軍事方面只贏了31.34 大概輸了快0.5KD吧 但不管怎麼說 兩邊的打法都算是 在亞敏亞跟伯伯倫對決來做 是一個很常見到的組合 那我是覺得中間轉這個戰鬥祭司 有點太浪費黃金了 感覺不應該打戰鬥祭司 或者直接轉這個更多的復合弓箭手 或是直接轉強弩 或者是可以考慮一下 或是直接鬼轉戰鬧 去點後方的駱駝兵會更好 就是復合弓箭手去射前方的 尋阿力清奇兵 戰鬥兵去點後方的駱駝兵 那槍兵一樣繼續出 洛馬也要出血 有機會就去後面抓火炮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後期的亞敏亞人 黃金的消耗實在太嚴重了 復合弓箭手一倒之後 完全沒有辦法可以反擊回去了 那最終還是有火炮 那一方的文明會更有優勢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